所以觀眾朋友比賽看到現在了 應該算是 可以看到 球賽尾聲呢 另一波的一個高潮的出現 這段時間呢 這個氣頭重打之後呢 究竟表現如何 因為從10年他 球技 後續受傷之後呢 去年一整年都沒有上場 今年當然也都沒有 出賽後來就決定要改做 打者 記得 消息見報的 應該是那一週吧 剛好是另外一位球員 楊潔龍楊教練 在賽前看到什麼人在打 他在轉播當中 我記得他就講說什麼人 啵啵啵啵啵 滿猛的 沒有幾天要決定 不過那時候應該已經 有在醞釀了 其實這是給球員的一個機會 在沒有辦法 投球的狀況之下 球團願意給你 再給你另外一個舞台 我們也知道 他就說神父仁在大學的時候 他是肥體 這球打到了中外野 是被接傷 這應該是打擊方面 也很快的有一些 內容出來了 所以這時候也讓他試得上來 做一個代表 最後呢是被 中外野手呢可以接傷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至少上來喔 完全 完全沒有那種雀場的感覺 就是休想跟一般的打者一樣 因為他在